上个世纪80年代 上海的街头巷尾有一种小吃老虎脚爪 价格不贵,催而不应,略微带一点碱巷尾 上海人还有印象吗? 老虎脚爪这个名字听起来是不是有点霸气? 它的形状独特,开花的样子像极了老虎的爪子 因此得名 对于老一辈的上海人来说 这可是儿时的经典味道,是那个时代的标志 曾有作家特意写了一篇文章 说老虎脚爪已基本绝技了 这让许多上海市民直呼 好想吃,仿佛又勾起了那股儿时的味道 有个网友说 小时候老师带去游泳训练后 总会给我们买老虎脚爪 三分前一个 陪伴自己度过了一段美好的年少时光 虽然现在老虎脚爪已经很难找到 但在上海市中心 还有两家店在坚持手工制作这款传统小吃 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 传承着这份老上海的味道 这可不是随意捏出来的 而是经过了师傅们精心的醒发和调味 想象一下 那些面团被搓成一个个剂子 在炉堂的余温中慢慢微烤 从上午的忙碌到下午的悠闲 他们在烟火的气息中悄然蜕变 等到夕阳夕下 面团已经变得金黄诱人 散发着淡淡的焦香和柴火的味道 那是一种恰到好处的成熟度 面点温热而松软 正好抚慰了一天的辛劳和碌碌机长 那时候人们口袋里的钱不多 但那份满足感却是无价的 如今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 人们很难再有那份闲情意志 用一整天的时间去慢慢围烤一块面团 老虎脚爪不仅是一种小吃 更是一段记忆 一种情怀 它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生活态度 和对美食的热爱 让我们一起怀念 那个慢慢来的八十年代 那份简单而纯粹的幸福